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称颂耶和华的时候说 耶和华我们的父 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 直到永永远远 耶和华尊大能力 荣耀 强盛 威严都是你的 凡天上 地下的都是你的 国度也是你的 并且你为至高 为万有之首 丰富 尊荣都从你而来 你也治理万物 在你手里有大能大力 使人尊大强盛都出于你 我们的神啊 现在我们称谢你 赞美你荣耀之名 好不好 让我们一同起立 不管你在哪里 我们起立 我们用诗歌来称颂这位荣耀的主 信徒起来颂赞 信徒起来颂赞 哈利路亚 阿们 赞美我主基督 哈利路亚 阿们 万绿一心心下 options 万绿一心松阳 万绿一心松阳 在主座千欢唱 主必喜悦欣赞 哈利路亚 阿们 来自己心高声唱 哈利路亚 阿们 赞美圣大穷藏 哈利路亚 阿们 他拭目这两童 将被带树舍舍 慈爱奉引永恒 哈利路亚 阿们 赞美基督救助 哈利路亚 阿们 生命永远成全 哈利路亚 阿们 在天佛乐岸边 同重荆竹梅山 欢唱一欢万年 哈利路亚 阿们 我们感谢了神 祂差遣祂的爱子耶稣基督 从天上的宝座 来到这个地上 为的是你 为的是我 降世为人 就像当时耶稣要降生的时候 在天上的天使 在天上的宣告说 在至高之处 荣耀归于神 在地上平安 归于祂所喜悦的人 因为耶稣基督 祂的平安 临到这个地 临到我们 但是我们知道 一切的工作来自于那至高之处 我们一切的颂赞 也要归给那至高的神 我们唱这首诗歌 在至高之处 让一切的感恩 一切的颂赞 颂赞给我们的神 在至高之处 我献上感恩 在至高之处 我举手净摆 天使天君 同声赞美耶稣 最大的荣耀 都归于你 在至高之处 我献上感恩 在至高之处 我举手净摆 天使天君 同声赞美耶稣 最大的荣耀 都归于你 在至高之处 荣耀归于神 在地上平安 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哈雷路亚 哈雷路亚 你赞得最大的荣耀 在至高之处 在至高之处 我献上感恩 在至高之处 我举手净摆 天使天使天君 同声赞美耶稣 最大的荣耀 都归于你 在至高之处 荣耀归于神 在地上平安 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哈雷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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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赞得最大的荣耀 在至高之处 荣耀归于神 在地上平安 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哈雷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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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赞得最大的荣耀 哈雷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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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配得一切的荣耀 因为祂是那尊贵的君王 愿意来到这个地上 与你与我同在 当我们在这个降临节的期间 我们预备 我们的心 预备 迎接主耶稣基督再来 再让我们再次来想到 祂来的意义 祂来 是为了要让人 可以跟神和好 祂来 是要来在我们的当中 祂来 就是那以马内利 与我们同在的神 以马内利来临 O come, O come, Emmanuel 祂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耶稀之条恳求降临 撒旦手中释放自民 地狱深处拯救自民 因众生土生活死亡 欢喜欢喜一色烈鸣 一马内里定要降临 清晨日光恳求降临 借助降临 如为忠心 冲开长夜 天有晚秋雨 水晒黑影尽若光明 欢喜欢喜一色烈鸣 一马内里定要降临 大卫只要跟酒降临 打开我中天上家庭 安排我中等天路程 断绝人间多愁不及 欢喜欢喜一色烈鸣 一马内里定要降临 一马内里必定要降临 感谢我们的神 我们到祂面前一起来祷告 主要的确 你的应许必定实现 就在两千多年前 要你的爱子耶稣基督 从天上来到这个地上 道成肉神 为了人的罪 而死在十字架上 祂来带着使命来生 就是为了要死 主我们这是何等地感谢你 因为这是我们没有办法 理解的一个事实 主但是你却因为 愿意让人跟你和好 你拆卸你的爱子 来到这个地上 主我们何等地感谢你 因为你在创世以前 你就已经先拣选了我们 虽然你知道人会犯罪 虽然你知道人会远离你 但是你的爱跟你的恩典 却愿意继续地 死在人的身上 借着你的自己爱子的死 而复活 将这个盼望 将这个生命 带给你属于你的子民 也带给我们 当我们在这个降临节的季节 我们预备要纪念 主耶稣基督的相声的时候 我们就在你面前 再次思想 耶稣降生的意义 也再次来到你面前 来献上我们一些的感谢跟赞美 主我们知道说 耶稣来不仅仅是 为了拯救我们 从罪里面把我们拉拔出来 更是愿意我们有个新的生命 我们可以永远地与你同在 主我们就再次 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中 我们渴望的是 我们在这个地上 就可以活出一个 你所喜悦的生命 主我们不仅仅是 期待的那一天而已 我们知道说 你的生命已经在我们当中 你要我们在地上 做你美好的见证 让人从我们身上 可以看到你 主在这个特别的季节的时候 我们就再次把 你所赐给我们这个使命 我们再次的恭敬 交在你的面前 求你的能力 你的圣灵 来帮助我们每一位 我们在地上 真的能够活出 你美好的见证 我们的教会 也能够活出 你美好的见证 让世人从我们 能够看到 你是那位大能 而且大而可畏的神 主我们 谢谢你给我们教会 即使我们没有办法 一起在 在同一个建筑物当中 一起来聚会 主但是你的圣灵 却仍然联合我们 我们可以一同 同心地来到你的店中 来敬拜你 敬拜你这位独一的神 敬拜你这位万能的主 主我们就求你今天 在我们聚会当中 再次与我们同在 不管我们是 我们的诗歌 我们的祷告 牧师的讲道 翻译 还有我们当中 每一个人所献上的 主就都能够 都求你能够悦纳 求你与我们同在 我们将同心祷告 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今天神的话语 在马太福音 第一章十八到二十五节 马太福音第一章十八到二十五节 如果你手边有圣经 可以打开来 我们一块来看 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 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 还没有迎娶 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 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 不愿意明明地羞辱她 想要暗暗地把她羞了 正思念这事的时候 有主的使者向她梦中显现 说大卫的子孙约瑟 不要怕 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 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 她将要生一个儿子 你要给她起名叫耶稣 因她要将自己的百姓 从罪恶里救出来 这一切是成就 是要应验主界先知所说的话 说 必有童女怀孕生子 人要称她的名为伊玛内利 伊玛内利翻出来 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约瑟醒了起来 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 把妻子娶过来 只是没有和她同房 等她生了儿子 就给她起名叫耶稣 弟兄姐妹 朋友们 主日好 我们 弟兄姐妹 朋友们 主日好 我们继续地 我们来接着听道 我们来敬拜我们的神 我们继续地 借着听道去敬拜我们的神 我们再次 我们来 用个祷告来准备 我们的心听道 我们一同用祷告 来准备我们的心 去听道 主 恳求你 主 你自己在 我们里面的圣灵 主啊 来帮助我们听道 主啊 恳求你自己的圣灵 在我们的心里面 帮助我们听道 主啊 我们愿意降服于你 主啊 我们愿意 降服于你 愿神你自己的话语 来感动 来向我们说话 愿神你自己的话语 去感动 向我们说话 主啊 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 以至于我们生命 能够得到更新 以至我们的生命 得着更新 感谢祈求奉耶稣的名祷告 感谢祈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我们一起来背诵 十二页的背诵经文 我们一同来背诵 十二页的背诵经文 在路 路加福音 准备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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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 路加福音 二章十十一节 那天使对他们说 不要惧怕 我报给你们 大喜的信息 是官夫万民的 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 为你们生的救主 就是主基督 愿神的话语 在这段期间 圣诞季节的期间 能够继续地来鼓励 来勉励我们 愿神的话语 藉着这段圣诞季节的期间 继续鼓励我们 也方面 我要向大家 来分享 我们感谢主 我们 月宇国宇 我们有 许多团契的弟兄姐妹 我们从 这一周开始 我们会有个 圣诞节的 探访关怀 也都和大家分享 在接下来的这个礼拜 我们教会的中文部 会有探访的关怀事工 所以会有弟兄姐妹 会有来打电话给你 我们愿意来去探访你 也把教会的圣诞礼物送到你们的家 也都是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 我们有教会的弟兄姐妹 会打电话给你 会来探访你 也都是藉着这样送上我们教会的 一些小小的礼物 所以希望大家接到电话 如果你们可以 你们就可以到 你们家的门口外面 戴着口罩 能够来 接纳我们弟兄姐妹 教会所为你预备的一份爱心的礼物 如果你收到这个电话的时候 希望你们接受这个探访 去到家里门外 去接受教会给你们的这种关怀和慰问 更重要的就是 我们向神感恩 更主要的是我们要向神感恩 让我们全教会能够 在基督里面 彼此的能够联络 在我们教会 在基督里面能够彼此联络 更多的我们彼此带导 彼此关心 我们更多的彼此代讨 和关心 愿神祝福我们所做的 愿神祝福我们所做的 也为我们这一次的事工来祷告 求神保守看顾 也都为我们今次的事工讨告 求神保守和看顾 每年基督徒都庆祝圣诞节 基督徒每一年都庆祝圣诞节 现在全世界 包括非信徒都在 非信徒在内 都快乐地庆祝圣诞 对他们来说 圣诞节是西方许多节旗的之一 对很多人来说 圣诞节是西方很多的节旗里面 其中的一个 也许也是一个 这个 有 是人有一个聚会 能够参加party 或者是交换礼物的聚会 或者也都是给人 可以有一个机会去party 和交换礼物 但是基督徒 有一个庆祝圣诞节 我们特殊的原因 但是基督徒有一个 特别庆祝圣诞节的原因 耶稣的诞生 给我们世人带来的希望 耶稣的诞生 给世人带来希望 你还记得 往年 你是如何庆祝圣诞的吗 你还记得往年 你是如何庆祝圣诞的呢 还记得参加公司 或者是朋友的party 你记得是不是参加公司 或者朋友的party呢 那也许准备家庭的聚餐 或者是准备家庭的聚餐 那我们想到教会 每一年在圣诞节的时候 我们都有 这个庆祝圣诞的聚会 或者教会我们每一年 都有庆祝圣诞的聚会 那当然少不了了 要购买礼物 或者是做圣诞的装饰 或者也都要购买一些圣诞的礼物 或者做圣诞的装饰 想想 这个要做的事情 实在太多了 想想要做的事实在很多 过去我们实在太忙了 我们过去是不是实在太忙碌呢 以至于很多时候 我们没有时间来去思考 圣诞节的含义 以至于我们因为忙碌 没有时间去思考 圣诞节的意义 今年不同 今年就不同了 你的家人可能不会 做很多的事情 你的家人可能不会 做很多的事情 这也是一个好机会 这个也是一个好的机会 让你能够花时间 让我们来去思想和反思 圣诞节的意义 让我们能够花时间去思考 圣诞节的意义 今天的信息是从马太福音 第一章18到25节 今天的信息是在马太福音 第一章18至25节 也是一段我们非常熟悉的圣经故事 也是一段我们非常熟悉的圣经故事 我希望能够借助这段经文 帮助弟兄姐妹 能够更深的我们来去思想 圣诞的意义 我希望藉着这段经文 帮助弟兄姐妹能够更深的思想 圣诞的意义 为什么我们要庆祝圣诞节 为什么我们要庆祝圣诞节 圣诞节的意义如何帮助我们日常的生活 圣诞节的意义如何帮助我们日常的生活 今天我要从夜色的角度来认识耶稣基督的降生 今天我要在约室的角度去认识基督的诞生 耶稣基督的降生记在下面是有一个开始 耶稣基督的降生在记录在下面是有一个开始的 我读18跟19节给大家听 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 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耶稣 还没有迎娶 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运 他丈夫耶稣是个义人 不愿意明明地羞辱他 想要暗暗地把他羞辱 圣诞节应该是快乐和充满希望的 圣诞节是充满了快乐和希望的 但一开始是对一个希伯来人 耶稣却是一个破碎的盼望 但一开始的时候 对一个希伯来人来说 是一个破碎的盼望 根据希伯来人他们的婚姻的习俗 根据希伯来人婚姻的习俗 耶稣的父母已经早安排 他和一位年轻的女子 名叫玛利亚成亲 约瑟的父母一早就已经安排了 他和一个年轻的女子 叫玛利亚要成亲 婚姻的计划条件样样都好了 都已经切实了 他婚姻的条件 所有的事情已经安排好了 按照希伯来人、犹太人的律法 按照希伯来人、犹太人的律法 玛利亚已经许配了耶稣 所以他们在名义上 已经是正式的夫妇 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失 但在名义上他们是正式的夫妇 但按照希伯 玛利亚和耶稣 要继续住在自己父母的家里 但他们的习俗 他们分别要继续住在自己父母的家里 直到允许的那一天 才正式的开始夫妻的生活 直到迎娶那一天 才可以正式的开始夫妻的生活 这犹太人的习俗 是不是很像我们今天所知道的 先订婚后再结婚 对不对 那这个犹太人的习俗 就有点像我们现在的习俗 就好像先订婚 然后再结婚 我想耶稣一定很兴奋 充满希望 那我想约失一定是很兴奋 充满了希望 所以等待大约一年后 他将允许他所爱的玛利亚 那他期待着一年后 他就会迎娶他的妻子玛利亚 并与他生活在一起 并且和他一起生活 事情真不妙 那事情就不是太好了 耶稣发现他太太怀孕了 那约失就发现了他的太太怀孕 他们两个人没有生活在一起 怎么会有这个事情呢 那他们两个人都未曾生活在一起 那为什么他会怀孕呢 我相信耶稣心里面一定困惑 我相信约失的心里面一定很困惑 也许感觉被骗 或者有被骗的感觉 悲伤 甚至于会不会生去 悲伤或者甚至于生气 那他成家美好的希望 被毁灭了 那他这个要结婚 这个美好的希望被毁灭了 怎么办呢 那怎么办呢 耶稣他希望遵守摩西的律法 那约失希望遵守摩西的律法 同时他要对玛利亚也有宽容 同时他对玛利亚也有宽容 在他们的时代 在当时 如果有人被发现犯奸淫的罪 如果有人被发现犯了奸淫罪 会在城门口被审 然后后来会受羞辱 他们将要在城门口被审 然后被羞辱 那按摩西的律法 众人是可以用石头 打死他们来做一个处置 就按着摩西的律法呢 众人可以用石头打死犯了奸淫的这些人 耶稣发现他太太怀孕了 但他不知道整个故事 那约失就发现了玛利亚怀人 但他不知道整个故事 自然地 耶稣以为他的太太一定是对他不忠识 那他很自然就以为他的太太对他不忠识 并且有可能是与另外一个男人发生关系 可能与另外一个男人发生了关系 那我们看第十九节 我们看第十九节 他丈夫耶稣是一个义人 不愿意明明地羞辱他 想要暗暗地把他羞辱 所以他在想 打算暗中与玛利亚 解除他们原有的婚约 那他就考虑要暗中与玛利亚解除这个婚约 这个办法 这样子就能够让玛利亚有一个生存的机会 他这样做可以使玛利亚有一个生存的机会 同样 当我们在面临困境时 我们也很自然会想找一条合理的出路 同样地当我们面临困境的时候 我们很自然想找一个出路 在这黑暗的世界里 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面 有多少个破碎的希望 有多少个破碎的希望 想着我们自己的生活 我们想想我们自己的生活 我们也没有经历 许多的困境的时刻 那种觉得有破碎的希望 我们有时候觉得面临困境的时候 都会有一个破碎的希望 在这种情景 是没有什么好结果 那这种的情景 是没有什么好的结果的 如果你看看这个世界的情况 如果你看看这个世界的情况 我们多听新闻 我们多看这个世界 有时会让我们感到很沮丧 我们多听新闻 我们多听新闻和看这个世界 有时会让我们感到很沮丧 耶稣正思想他自己的问题 那约瑟呢 正在思想他自己的问题的时候 神猜浅他的使者 神的使者就是 一位的天使向耶稣说话 那如果我们熟悉圣经就业时代 如果我们熟悉圣经旧约的时代 神借着梦来向他的儿女启示说话 神是借着梦向他的儿女启示 和说话 那这不是一般像我们 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做梦 这些不是好像我们平时 我们看圣经告诉我们 天使对耶稣说 那圣经告诉我们 天使对约瑟说 不要怕只管去娶过 你的妻子玛丽亚 不要怕只管去娶过 你的妻子玛丽亚 二十二十一节 在这里传递给耶稣 有三个重要的属灵真理 在圣经里面 这个二十二十一节 传递给约瑟有三个属灵的意义 耶稣是一个犹太人 约瑟是一个犹太人 当他听到天使所报的信息 当他听到天使向他所报的信息 在当时候对他来说 是他会明白 他会清楚 当时他听得 他会明白 他也都清楚 第一 大卫称他是什么 耶稣是 天使称他 耶稣是大卫的子孙 天使称约瑟是大卫的子孙 这对 当时候 他们犹太人 是很特别的一个意义 对当时的犹太人 这是很特别的意义 那耶稣有大卫王的血统 那约瑟有大卫王的血统 耶和华的救主 必须是从大卫的后裔 耶和华的救主 必须在大卫的后裔出来 所以第一个属灵的真理 天使称耶稣为大卫的子孙 第一个属灵的真理就是 天使称约瑟是大卫的子孙 不单单只是叫他的名字 也把他的血统 也包括在他的名字里面 他们不单止只是叫他的名字 而且将他的血统包括在他的名字里面 那今天如果我们联名戴姓 叫我们自己亲爱的人 那是不好事 对不对 如果我们今天联名戴姓 这样叫我们的亲人的时候 就可能不是一件事了 叫姓名以后的话 就要有一个重要的事情要传递 那如果整个名字叫呢 之后就有一个重要的信息要传递了 但在这里 切把耶稣的身份 能够再一次摆在他的面前 但在这里 他要再一次将药室的身份 摆了出来 第二 玛利亚所怀的印是从圣灵来的 另外他说到 玛利亚所怀的人是从圣灵而来的 神为玛利亚伸淹 神为玛利亚伸冤 他是忠实的 他是忠实的 他没有犯不道德的事 他没有犯任何不道德的事 是耶和华神特别拣选玛利亚成为 神儿子在世上的母亲 是神特别拣选玛利亚成为神 他的儿子在世上的母亲 因此耶稣将要成为 神儿子在世上的父亲 因此玛利亚要成为神在世上的 儿子的父亲 这是一个荣耀尊贵的身份 这个是荣耀尊贵的身份 第三 玛利亚要生一个儿子 玛利亚要生一个儿子 耶稣做父亲的要给他取名 要给这个儿子取名叫耶稣 那玛利亚要为这个儿子起名叫耶稣 那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都有特别的意思 对不对 那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都有一些特别的意思 都是我们的父母 所想出来 这个给我们取的 都是我们的父母 很用心地为我们起的名字 那这个耶稣在 这个原来的意思 那耶稣原来的意思呢 就是耶和华神拯救 就是耶和华神拯救的意思 我们看这个在二十节 我们看二十一节 这个孩子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 那这个儿子要将百姓在罪恶里面拯救出来 旧约圣经描述以色列人的历史 在旧约圣经描述以色列人的历史 那当我们读旧约圣经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人生活 在一个恶性循环的状态里 当我们看旧约的时候 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生活 在一个恶性循环的状态里面 他们犯罪得罪神 他们犯罪得罪神 神使用外方国家来管教神的百姓 神藉着外邦的国家来管教神的百姓 神的百姓知错了 他们会改向神呼求 神的百姓知错了 他们悔改向神呼求 神也怜悯拯救他们 神就怜悯拯救他们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循环 是不是看到一个这样的循环 过了一段时间 他们又忘记神了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他们又忘记神了 那神眼中看为恶的事 再次行神眼里面看为恶的事 又开始犯罪 又开始犯罪 因为神的百姓继续犯罪 因为神的百姓继续不断犯罪 被外邦国占领了长期的时间 这是很不好受 被外邦的国家 占领他们长期的时间 这个是非常不好受的 我们看首先是 亚述人占领了北国撒马利亚 首先就是亚述国 占领了北国撒马利亚 然后后来又有巴比伦国 后来又有巴比伦国 也占领了南国就是犹大 也都是占领了南国犹大 继续有马代波斯王国 后来有马代波斯王国 然后有希腊帝国 然后有希腊帝国 最后有罗马帝国 最后有罗马帝国 所以从开始到罗马帝国结束 这大概有1200多年的历史 由一开始到罗马帝国 结束有1200多年的历史 神的百姓 神的选民在这个世上 应该是强胜荣耀神的 神的选民在这个世上 应该是强胜荣耀神的 但很可惜 犯罪的缘故 使到他们软弱 被敌人所欺压 但很可惜 因为他们犯罪的缘故 他们在世上软弱 被欺压 不能彰显神的荣耀 即使神的百姓 重复的犯罪 即使神的百姓 重复的犯罪 耶和华神也很严厉的 来管教他们 耶和华神也很严厉的 去管教他们 神却以永远坚定的爱 来爱他们 神却以永远坚定的爱 去爱他们 神借助耶利米先知 神借助耶利米先知 借助以赛亚先知 借助以赛亚先知 不断地来鼓励他们 来劝勉他们 不断地鼓励和劝勉他们 在耶利米31章31节 在耶利米书31章31节 我读给大家听 耶和华说 日子将到 我要以色列家和犹大家 另立新业 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 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 神要拯救他们 叫他的子民从罪里得到释放 不再被捆绑 神要请求他们 叫他们的子民 在罪里面得着声放 不再捆绑他们 以赛亚书44章22节 在这里这样说 我涂抹了你的过犯 向后云消散 我涂抹了你的罪恶 如薄云灭没 你当归向我 因我救赎了你 要降临的这个儿子 就是神为世人所预备的救世主 要降临的这个儿子 是神为世人所赐下的救世主 也是从神那里 从神的死者 听到了 听到了他个人所需要的答案 若是在神的天使那里 听到了他个人所需要的答案 就是玛利亚怀孕的原因 就是玛利亚怀孕的原因 并且他看见神在勇士里 神的救赎计划 并且他看到神在永世里面 救赎的计划 神话语的启示 使夜色重新得盼望 神这个话语的启示 使约失得到重生的盼望 从绝望到神永远的祝福 从绝望到神给他的永远的祝福 这就是第一个圣诞节 所带来的盼望 这个就是第一个圣诞节 所带来的盼望 耶稣就是神的拯救 耶稣就是神的拯救 神允许要救他的百姓 神允许要救他的百姓 而且特别检选夜色参与神 勇士救赎的计划 并且是特别藉着耶稣参与神 这个永远拯救的计划 22到23节这一段的经文 我读给大家听 这一切的事成就 是要应验主耶先知所说的话 说必有同你怀孕生子 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列利 以马列利翻出来的意思 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有一次我去一家饭店 有一次牧师去一间饭店 在这个收银台的后面 有一道墙 有一座墙 在一个收银台后面有一栋墙 建议把所有退回的支票 都贴在这个墙上 这个店主将所有收回来 被退回的支票 都连在墙上 就是那些账户中没有钱的 所以他收不到钱的 这些退回的支票 他就把它贴在 收银钱的台的墙壁后面 那这些支票都是他们收不到钱的 他就连在后面那一座墙上 不同的人 不同的数字 然后不同的支票 就贴在这个墙上 那不同的人 不同的时间 还有银码的支票 就连在墙上 那我看一下 这道墙蛮大的 许多的支票在上面 那我看了一下 这座墙都挺大的 但是上面连了很多支票 这多年来 这个店主一定亏了一点的钱 不少的钱 那相信这这么多年来 店主都亏了不少钱 所以让我联想到 如果 如果神有一个 退回支票的墙 那你又令我联想到 如果神也都有一幅 这样的支票退回来的墙 我想上面必定有一些 是我的支票 那我想上面呢 一定都有一些是 牧师的支票 有多少时候 我向神许愿说 神啊 我向神这个承诺说 神啊 我要做某一些某一些的事情 可是我失败了 有多少的时候呢 我曾经向神许愿 我要做某些的事情 但是失败了 那有许多时候 我说神啊 我不要再犯罪 我不要再做你所不惜的事情 有很多时候 我跟神说 神啊 我不要再犯罪了 我不要再做 神你不起愿的事 但 我却受不了 这个试探 而我也再一次失败 但是呢 我却受不了这个试探 再一次失败 这个退回支票 这个墙 就让我想到 我真的是很不可靠 那这个退票的 这一幅墙呢 是让我想到 我真的不是可靠的 也许你想想 在这个墙上面 是不是也有你的支票 或者你想想 在这墙墙上 是不是应该也会有 你的支票在这里呢 有多少是你的支票呢 有多少是你的支票呢 我们自己知道 我们自己知道 有多少 有多少 是的 我们 我们是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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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我们的努力 我们想 得神的喜悦 是的 我们有时是想尽我们的努力 去得神的喜悦 我们有许多时候 我们得胜 有很多时候 我们得胜 但 我们也不少的时候 我们软弱 我们失败 但我们很多时候 也都有软弱失败 圣经说 必有同女怀孕生子 神 与我们同在 圣经说 必有同女怀孕生子 神与我们同在 在这里 神给我们 两个应许 在这里 神给了我们 两个应许 这两个应许 是来自谁呢 是借助先知 以赛亚所做的 这两个应许 是藉着先知 以赛亚所说的 是在以赛亚书 七章十四节 是在以赛亚书 七章十四节 从以赛亚说 这句话 到耶稣基督的降生 大概距离 大概有七百年 从以赛亚 讲的这段说话 到耶稣的降生 大概是有相隔 七百年 我们看以赛亚书 七章十四节 我读给大家听 因此主自己 要给你们一个兆头 必有同女怀孕生子 给他起名叫以马里里 就是神与你同在 这就是天使 向耶稣所说的 这个就是天使 向约瑟所说的信息 就在他的梦中 神把他当初 向他的百姓的应许 再一次的 这个来告诉耶稣 就是在这个梦中 神就将他当初 应许百姓的这个信息 告诉约瑟听 神永远记得他所说的话 神永远记得他所说的话 神借助不同的先知 多次应许他的百姓 神借助不同的先知 多次的应许他的百姓 他会猜浅救世主 弥赛亚到他们当中 拯救他们 他会猜浅救世主 尼赛亚到他们的当中 第一个圣诞 神实现了 他对他百姓的允许 第一个圣诞 实现了神对百姓的应许 在圣经新约提多书 第一章第二节这样说 在圣经新约提多书 第一章第二节那里说 盼望那无谎言的神 盼望那无谎言的神 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永生 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永生 所以我们所盼望的那位神 他是不会说谎言的神 所以我们所盼望的神 是不会说谎言的神 他应许他的儿女 将来有一位救主 会到他们当中 他应许他的儿女 将来会有一位救主 去他们当中 这位所要生的孩子 就是要实现神的应许 这位的孩子 就是要实现神的应许 第二 在这个应许当中的话 是孩子的名字叫 被称为以马利利 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 另外这个孩子 要和他起名 以马来利 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 耶稣是从那里而来 是从神那里而来 耶稣是从神而来 他是神的儿子 他是神的儿子 我们有了耶稣 我们就有了这个父 我们有了耶稣 就有父 神与我们同在 神与我们同在 耶和福音十章三十节 将说 我以父 耶稣说 耶稣说 我以父 耶稣为义 在约翰福音 耶稣说 我以父 缘为一 借助耶稣 我们有神 在我们的心里 借助耶稣 我们有神 在我们心里面 没有人看见神 没有人看见神 但借助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 我们能够很 自由地来到神的面前 但借助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 我们可以很自由地 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可以以神清静 我们可以同神亲近 圣诞节 带给我们世人盼望 圣诞节 带给世人盼望 因为神差遣 他的儿子 耶稣基督 永远地 与我们同在 因为神差遣 他的儿子 耶稣基督 永远地 与我们同在 耶稣就是神的应许 耶稣就是神的应许 有了耶稣 我们就有了神 有了耶稣 我们就有神 许多的宗教 都是人去寻找神 很多的宗教 都是人去寻找神 但神他自己 来寻找世上的人 但神他自己 来寻找世上的人 要借助他的儿子 耶稣基督 叫世人与他和好 借助他的儿子 耶稣基督 叫世人与他和好 让我们不但得到救恩 让我们也能够得到神他自己 让我们不单止得到救恩 并且得到神他自己 这是我们 神给我们宝贵的应许 这个就是神给我们宝贵的应许 我们继续来看下一段 最后的一段 第24、25节 我读给大家听 耶稣醒了 他从他梦中醒过来 神要传递的信息已经完成了 耶稣最初的想法就是要暗暗地把他的妻子修了 约室最初的想法 他就是想暗暗地把玛丽亚休了 经过神话语的指导 耶稣不求自己的意思 经过神话语的传递 他不求自己的意思 他只求神的旨意成就 他只求神的旨意成就 他起来就遵作主的使者吩咐把妻子修过来 他起来就遵作主的使者吩咐把妻子娶过来 就马上遵行 他有可能打破了希伯来人婚姻的传统 他也有可能打破了希伯来人婚姻的传统 还没有等一年就把他的太太娶过到他的家来 还没等够一年就把玛丽亚娶过来 顺服就是把自己的意思放下 愿意来听从主的话 顺服就是把自己的意思放下 是来听从主的话 马太在二十五节这里特别提到 把妻子娶过来 只是没有和他同同 在二十五节这里讲到 他只是和妻子娶过来 但是没有和他同房 耶稣充分理解神话语的含语 约瑟是充分理解神话语的含义 第一 耶稣可以把他起过来 把他起过来 可以保护他妻子免受众人的羞辱 第一 他将妻子娶过来 可以保守他免受众人的羞辱 甚至于免受众人的攻击 免受众人的攻击 第二 他让世人毫无疑问地知道 玛利亚所怀的儿子不是从人来的 第二 他是让世人知道 玛利亚所怀的儿子不是从人而来的 是百分之百从神而来的 是百分百从神而来的 他确实的 毫无疑问地实现了 遵守了神的命令 跟神的话语 那么他是确实地 遵守了神的命令 还有说 这儿子 降生的儿子 就是神的儿子 那么这个降生的儿子 就是神的儿子 也是完全地 来遵守神的话 若是完全地遵守了神的话 我们看 他的盼望是从哪里呢 他的盼望就是从 相信并遵循神的话 盼望就是相信并尊行神的话 因为耶稣顺服神 因为约失顺服神 所以我们今天才有圣诞节 所以我们今天才有圣诞节 我们才能够从神那里 获得神所为我们预备 那永生的礼物 我们才能够获得 从神为我们预备的 永生的礼物 在第一个圣诞节 在第一个圣诞节 耶稣 他信心 还有他遵守神的话语 若是的信心 并且专行了神的话 借助所要降生的 所降生的这位孩子 耶稣基督 藉着这位要降生的孩子 耶稣基督 我们领受了从神所为我们一辈的救赎 还有永远与他相交 我们领受了这位从神以来的祝福 和可以和他相交 如今我们信徒也借助我们的信心 来接受神的救恩和永生的礼物 现今我们的信徒 借助耶稣基督 我们可以和他有永生的盼望 那我们借助上帝的话 我们借助上帝的话 我们再盼望 神所为我们预备的 那所有神所为我们预备的 这个属灵的奖赏 跟荣耀 我们可以得着神所为我们预备的 荣耀和奖赏 我们也借助神的话 我们也能盼望 能够跟神 我们能够有一个密切的关系 我们也都是藉着这个盼望 能够和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 弟兄姐妹 我不晓得你没有想过 如果你是出生于 在耶稣未出生之前 弟兄姐妹 你有没有想象过 如果你是出生在耶稣 未出生之前的那个时代 也许你是生长在 这个以色列那个地方 或者你是生长在 以色列的地方 那时候你生活的 你的生活的态度 就是盼望也为救主要来 那时候你生活的态度 就是盼望有一位救主要来 今天你是生活在耶稣基督降生 然后升天以后 那你今天是生活在耶稣基督降生 也都是升天之后 那我们是往后看 已经成就的事情 那我们往后看 而且是成就了的事 之前 如果我们还没有见到 主耶稣基督来 也许这是一个盼望 这个凭信心来接受 那之前没看到耶稣基督来 那这个是凭着信心的一个盼望 那今天我们已经看见了 那今天我们已经看见了 那又如何影响 我们对主的那种爱心跟信心呢 那又如何影响我们对主的爱心 我想无论是往前面看 或者是我们往十字架的 在后面我们来盼望 我想无论我们是向前看 或者是在十字架的后面观望 神给我们的盼望信心 都是一样的 有两点来跟大家分享 我们怎么样的来去回应 这个圣诞的盼望 我要跟大家分享有两点 怎么样回应圣诞的盼望 我们要来凭信心 接受圣诞节的救主耶稣 我们要凭信心去接受 圣诞节的这位救主耶稣 今年我不晓得你们家里面 是不是有圣诞树 然后呢圣诞树下有许多的礼物 今年我不知道你们家里面 有没有摆起圣诞树 或者下面有一些圣诞礼物 也许没有那么的夸张 或者没有以前那么多 但神为我们预备 一份最宝贵的礼物 就是祂要将祂的儿子 耶稣基督赐给你 圣诞节带给我们世人 有得救的盼望 也许你听过耶稣基督的故事 或者你听过耶稣基督的故事 你也知道 你也听过耶稣基督是神 所差遣来的救主 你也听过耶稣基督是神 所差遣来的救主 只是你都已经懂了 这些你都明白 你都懂得 今天下一步的话 就是你要凭信心来接受 这个圣诞的礼物 下一步就是你要凭信心 去接受这个圣诞的礼物 如何的接受呢 如何接受呢 就是你要悔改 神祂会竭净你的罪过 就是你要悔改 神祂要竭净你的罪 相信祂并接受神所应许给你的 这个永远的生命 接受祂并且是接受神所预许给你的 永远的生命 刚刚我们所听到的耶稣 就是因为祂顺服 祂服从神的话 祂得到了那宝贵的应许 约失就是因为祂服从了神的话 得到这个宝贵的应许 今天你也可以顺服神 你向神祷告承认你的罪 祈求神来饶恕你 并接受耶稣进入到你的心中 祈求神要书你 并且接受耶稣基督 你愿意吗 你愿意吗 你可以在神面前 今天就这样子的来接受主耶稣基督 你愿意今天就接受耶稣基督 圣诞节的信息 不只是对所有的非信徒讲的 今天同样的对我们信徒仍然有效 圣诞节的信息 不是只是对非信徒所讲的 对我们基督徒仍然是有效 我们信主的 我们信主的 我们认识 我们听过圣诞的信息 有多少的变 我们信主的 听过圣诞的信息 有很多次了 今天神的话 仍然在你生命里面 是有功效的 今天神的话 在你的生命里面 仍然是有功效的 今年你与神的关系如何 你今年与神的关系怎么样呢 你与神的关系 有没有相聚谣言 你与神的关系 是不是很遥远呢 我们看我们在疫情当中 经过了选举 我们在疫情当中 也都经过选举 我们在家庭的关系 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家庭的关系 我们的工作 也许在我们当中的 我们现在真的是经历 在疾病当中 或者在我们当中 有些是经历疾病 或许生活有其他的事物 或者生活里面 有其他的困难 有没有使你远离耶稣 有没有使你远离耶稣呢 有些你已经长久 没有自己读过神的话 或者你长久一段时间 没有读过神的话 也没有常常祷告 也没有时时的祷告 也没有花时间 与主耶稣相交 也没有花时间 与主耶稣相交 记得刚才我们所读的 神的话语说 耶稣是以马内利 记得刚才 神的话语里面讲到 耶稣是以马内利 祂应许与你同在 祂应许与你同在 不要让世上的事物 占据你与主的关系 不要让世上的事物 占据了你与主的关系 赶快地凭信心来到 主的面前 来向主会改 请求主老书 赶快地来到主的面前 向主悔改 求主的遥述 神的允许 祂必定会赦免 神的应许 祂必定会赦免 今天对许多的基督徒 也许今年的圣诞 就是你来靠近主的时候 今天的圣诞节 对很多的信徒来讲 就是你要靠近耶稣 以神再一次来 来经历祂 能够来与祂同行 再一次来经历神 并且与祂同行 耶稣为我们的罪 已经完成了救赎的工作 耶稣为我们的罪 完成了救赎的工作 神的应许已经实现了 神的应许已经实现了 今天我们已经得着了主 今天我们已经得着主 我们能够靠主而活 我们能够靠主而活 那我们还有一个 我们要往前面看 我们要向前看 所以第二个 要给大家勉励的就是 我们要来坚持保守 我们的信心 只等到主耶稣基督的再来 第二个的盼望 就是要坚持保守 神的信心 给我们带来盼望 在耶稣还没有降生以前 在耶稣还没降生之前 耶稣 玛利亚 有许多神的儿女 都期盼 期盼那位救主 那位弥赛亚的降临 很多神的儿女 都是在那儿期盼 这个救主 弥赛亚的降临 耶稣来了 耶稣来了 两千年前 耶稣降生 在这个世上 两千年前 耶稣降生在世上 如果耶稣 所允许的那位弥赛亚 而来了 那么耶稣允许 他会再来 有可能性有多大呢 如果神应许的 那个弥赛亚来了 那耶稣所允许 他要再回来的 还有多久呢 第一次已经实现了 第一次已经实现了 耶稣允许 他还要再回来 耶稣允许 他还要再回来 今天已经 耶稣说过他要回来 到今天已经 大概两千多年了 耶稣允许 他要再回来 到今天 已经两千多年了 圣诞节 给我们信徒 一个确实的盼望 圣诞节 给我们信徒 有一个确实的盼望 神会完成 他所有的应许 神会完成 他所有的应许 耶稣基督 还会再来 耶稣基督 还会再来 在耶稣 还未受死 升天以前 在耶稣 还未受死 升天之前 他这样子的 向他的门徒说 他这样向他的门徒说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你们信神 也当信我 在我父的家里 有许多住处 若是没有 我就早已经告诉你们了 我去 也是为你们 预备地方去 我若去 为你们预备了地方 就必再来 接你们 到我那里去 在那里 叫你们 也在那里 这是神 给门徒的应许 还未曾视线 这个是耶稣 给人的应许 还未曾实现 但我们今天 我们活在这个世上 也许我们 也经历了 不少的痛苦 我们今天活在世上 都经历了不少的痛苦 在世上有苦难 在世上有苦难 但弟兄姐妹 我们相信神的话 神叫我们 我们要 持守坚定相信祂 等于我们要相信神的话 我们要持守 相信祂的话 我们要忍耐地 等候主耶稣基督再来 我们要忍耐 等候主耶稣的再来 像雅各书五章七节这样说 好像亚各书 第五章第七节这样说 弟兄们 你们要忍耐 直到主来 看農夫忍耐 等候地理宝贵的畜产 得到了秋乙 春乙 我不知道你现在 你每天所经历的是什么 我不知道 你现在每天所经历的是什么 弟兄姐妹 把你的重担交托给神 弟兄姐妹 将你的重担交托给神 请求神来 给我们加添 给我们每一天 我们所需要的力量 求神加添给我们 每一天所需要的力量 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节 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节 四章十七节这样说 我们 这自战时 自轻的苦楚 要为 我们成就 极重无比 永远的荣耀 神知道我们在受苦 神知道我们在受苦 神也知道受苦的原因 神也知道受苦对我们的益处 神也知道受苦的原因 并且受苦对我们的益处 但圣经勉励鼓励我们 这些都是暂时的 都会过去 因为神允许我们 将来那个荣耀 比我们现在的 是极重无比 因为将来的荣耀 比我们现在的 是极重无比 在圣经里面 有许多神的允许 在圣经里面 有很多神的允许 有一个加拿大的人 一个学校的老师 在一个加拿大的 有一个学校老师 他有一次 他花了一年半的时间 把圣经里面 所有有关神的允许 他都把它列出来 他就花了一年半的时间 将圣经里面 所有神的允许 都列了出来 你猜猜他列出了多少 你想想他列了 列出来多少呢 大概有八千八百 意思的允许 大概有八千八百 一十个允许 那有七千四百八十七个允许 是给世人的 是有七千四百八十七个允许 是给世人的 那我们知道 当然有神 有一些的允许 是背后 是有一些条件的 但我们知道 有些的允许 背后是需要有一些条件的 我们要顺服来尊重 我们要顺服去尊重 那神还有许多未曾成成就的允许 但是神还有很多未曾成就的允许 这一切都是给神的儿女 我们所要领受的 这些都是给神的儿女 我们所领受的 耶稣是一个普通人 像我们一样 若失就是一个普通人 像我们一样 但他相信神 但是他相信神 顺服神 顺服神 也希望 他也把他的信心盼望 放在神那里 也都是将他的信心盼望 放在神那里 他却得着神永远的祝福 他就得着神永远的祝福 今天 我希望通过 我们思想圣诞的信息 我希望今天我们 藉着思想圣诞的信息 神也要祝福你 神也要祝福你 感谢神 借着陈牧师 借着带领给我们 他自己的话语 的确我们的神 是那带给人应许的神 赐下他的爱子耶稣基督 让他可以跟人同在 以马内力的神 我们唱着两首诗歌 并在一起 神同在 他是以马内力 以及他名称为奇妙 以马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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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名称为奇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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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稳为奇妙 耶稳为奇妙 他是全能彼王 他是万世的主 他名称为奇妙 耶稳为奇妙 他名称为奇妙 他行为 ad よare il 祂名称为奇妙 耶稣我主 祂是全能的王 祂是万世的主 祂名称为奇妙 耶稣我主 祂是大牧者 是万国的盼世 祂是全能的神 当佛在主前 敬爱崇拜祂 祂名称为奇妙 耶稣我主 以满内里 以满内里 大名称为 以满内里 神同在 掌线荣光 祂名称为 以满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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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名称为 以满内里 神同在 每天早晨 当我们睁开双眼 各样的资讯 消息 问题 排山倒海而来 在这个地球上 还有30亿的人 从来没有听过福音 你是否思考过 神在你身上的旨意 CMC华人拆传大会 在过去的35年当中 不断激励成千上万的基督徒 找到他们的命定 及护照 重新思考福音的真谛 与神国的意向 经历教会的福音 参与宣教的大使命 加入我们的行列 2020全球华人拆传大会 将于12月28至30日 线上举行 大会通过活泼的讲员 创新的节目 为每一位余会者 呈现一个促进生命改变 建立宣教新智的圣会 走出自己教会的藩礼 一起破茧其出 我们一起一头祷告 我们亲爱的天父 我们谢谢你 主啊你爱我们 你拆遣你的独生爱子 来到这个世上 我们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向你感恩 主啊你愿意降悲你自己 来到这个世上 主为我们受苦 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三天从死里复活 感谢我们的主 采取圣灵与我们同在 教我们能够明白 福音宝贵的信息 也帮助我们 安慰我们 在每一天生活里面 主啊我们感谢你 主啊我们信主你的 是如此的 尊贵主啊 是如此的有福 神你已经将你自己 主啊你 与我们同在 主啊你就住在我们里面 陪伴我们 走每一天 我们的道路 当我们要结束 我们今天 我们的聚会 担念主耶稣 基督的恩惠 父神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与交通 常与我们众人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永延远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神同在 掌握荣荣荣荣荣 阿民成为 伊玛内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